Hello Guys, I'm Shotik 這次影片的主題是Dazney Chill 命運之詞,潛談PVP 上萬分,非主流也能辦得到 沒有主流角,要怎麼抗衡呢? 我認為PVP是RPC系列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便宜有很多,但我認為PVP沒有一定輸的道理 而非主流不一定的弱勢角 本身並不弱,只是沒有這麼優勢 但運用得到,他也是能出頭肩的 以上是我選出來的主流PVP角色 主教上盾加防 嫦娥加速-CD 木曼無敵回血 君女鎖血存仓 沉默龍加CD沉默 老闆娘降量表出爭議 夏娃屁孩強大群體傷害 泳圈持續毒傷 以上會是比較常見的幾個角色 我自己把現在的PVP分了幾個派系 第一種是毒流降速型 通常是嫦娥帶沉默龍或老闆娘 以加速降速的方式制約 這種打法是很磨耐心的 沉默跑條會重跑 降量調後遲遲開不了 比起其他的派系 我最討厭的其實就是這個降速型 第二種,加速一波型 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打法 通常主力是屁孩或是夏娃 把全身的家長都投資在他們身上了 那個地圖泡下來不是五千就是六千 沒有上渡或沒有滿血 或是沒有buff的幾乎都活不了 第三種,鎖血緩毒型 很殘酷的打法 主力是軍女加泳圈或夏娃 戰爐其名 軍女先鎖血 泳圈或夏娃慢慢把你弄死 毒的重點除了這個打法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要抗含木乃的無敵隊 用毒也要把你毒到崩潰 第四種,課長萬能型 必勝打法加6滿等S角色 全裝加15,搞定 喂,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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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能主力的隊伍是 主教加嫦娥加木乃 加軍女屁孩泳圈夏娃四選一 加沉默龍跟老板娘二選一 能上盾加防 能加速 能無敵 有輸出 看是要鎖血 還是要遞毒砲 還是要毒死人 可以依照對手更換 額外再加降速 聽起來確實挺萬能的吧 非主流角色大概在一萬分上下 再上去會比較依賴主流角色的配合 門檻相對會高一些鮮 我從八千分一路爬到九千八、九千九 甚至一萬一、一萬二都有 至於我用什麼隊伍呢 我有兩隊 第一隊是水炮加光乃加泡麵加阿提加軍女 第二隊是水炮加光乃加宅力加泳圈加軍女 通常我都用第一隊爬主力是阿提 所以我好的裝備都在阿提身上 避免他被秒掉 隊長給泡麵加暗屬性15%暴率 跟他的SS技能加大量的暴率跟暴傷 遇到降速一波形 我都會抓盡會把主力角色直接拉掉 傷害不容小看 加過BUFF的阿提 三連打基本上都有2500到35X3不等的傷害 只要打出來幾乎沒人扛得住 但是但是但是 這兩隊都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能挑軍女打鎖血 對這兩隊來說是非常傷的 但要能打出這樣的傷害必須抓準時機 包含上盾、防禦BUFF、無敵盾等等 後面如果有機會會做一些實戰影片和大家分享 要提打非主流一定要有人砲轟我說 軍女是主流角色阿 是!他是現階段的主流角色沒有錯 而且還不好換掉 但可以看看其他四隻角色嘛 水炮純隊只是想要他的盾而已 跟主教不同主教還有加防 可聽完了角色也是之前介紹過的 背包妹 純粹要上盾的話 背包妹的盾量還比較多呢 而現階段水屬性的角色比較多 背包妹是木屬性的 存活率還會比較高一些喔 第二個是光奶 DS復活很少用 還是會以輸出的DS為主 所以只是要他的奶量而已 奶量差不多的 我都覺得可以嘗試剔補看看 第三個 泡麵就是要他的爆率跟爆傷 替代的就是吉他美 但加成上少了一小節 不過性質一樣 語力很夠白 稍微加成就能爆擊了 但如果你想用熊妹加攻擊 我不能跟你保證效果 因為我抽不到他 以上就是我這次分享的主題 潛彈PVP 非主流也能上萬分 我真的都抽不到主流的強勢角色 我也想要嫦娥屁孩沉莫龍啊 不過非洲人有非洲人的打法 簡單的分享我的角色和可替代的方案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粉絲團連結在下方 記得按讚追隨唷 感謝你收看 我是Shotty See you 掰掰